蕭靜南這日在社交平台貼出喊樣的照片 原來他在拍攝劇集《一笑到飯間》的時候咬柴 劇組給他休息 他回家被人罵了幾句之後再去看鐵打 雖然Edwin不敢開名說是誰罵他 不過家裡有誰大家都應該知道 他搞笑地說入到鐵打館 聽到其他病人的叫聲之後 突然就覺得不痛 還說俗語有魂心歡了腳就不痛 真是非常有正能量 但不想被人罵的話 應該都要乖乖地看完醫生才行